火焰可以說是一種失望率、加冠的感染 北岸媽作病院胸腔內科的主體醫生、老健生的機制 大約有七星的病院在比較進入時 都已經是火焰的背景 沒辦法再用手術治療 還可以瓦克標靶有物以及化療、免疫療法庭方式 不過現在有一種警政標靶治療方式 就是透過分析基因做試驗在吃地時間 就可以找到適合的藥物去治療 改變過期的感染未期沒有優勤的狀況 讓別人有更多時間可以增加治療的成功機會 火焰是國人感染死亡率相關的一種背景 而且早期火焰到目期的時候 通常都沒有藥物可以治療 但是現在都可以配合標靶藥來做治療 部分比較嚴重的民眾也有健保可以到三天 肺癌裡面最多要數的是肺腺奶 那肺腺奶大概有60幾到70%在肺癌的比例上 那肺癌它有一半以上 目前已經有發現是有基因突變的部分 那最常見的在亞洲人是EGFR的突變 另外一個是ALK有5% 那EGFR佔了大概亞洲人有50部分 那其實這些都有現在都有標靶藥物的治療 另外輸用標靶藥物來治療的 如果讓病人比較好過日 副作用也不像傳統的化療那樣艱苦 不像它可以穩定的控制 但是附近的藥物 服用大約一年後都有抗藥性的問題 標靶藥物基本上它的副作用 比較沒有像打化療這麼不舒服 所以其實服用標靶藥物的病人 大部分來看他們的生活品質都會比較好 基本上它的病情控制基本上也比化療藥物還要好一點 但是唯一遇到麻煩的問題就是大概一年左右 這些可能服用標靶藥物的病人會發生抗藥性的部分 現在便宜以後提供精準醫療的部分 透過太減的方式來提早發現身體裡面是不是有陰性的基因 如果有就可以兩者來治療 醫生也可以占對病情來開藥 基本上精準醫療的部分 你可以去做一個癌症的篩檢 去發現你身上是不是有些基因突變的部分 那如果發現就像安傑尼納球利一樣 他有發現他有乳癌的基因 那他可能就可以早期的發現早期的治療 當然這個部分在肺癌的部分 可能還要再配合這個低劑量的電腦斷層的攝影 來去發現會比較更好 雖然說肺癌要沒有一個可以完全在好的方法 和有不出現 但是現在透過精準醫療的技術 和標白要有的治療 減少病人的痛苦 病情控制很好 也有成功全力的機會 記者檀驗華蔡翁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